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你好我是传希 首先呢带大家关心几个天气重点 就是呢这个天气要有些转变了 随着周一周二开始呢 这封面逐渐接近 各地的天气状况呢 就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起来了 尤其是这个中午过后的午后震雨啊 开始逐渐增加 尤其是在山区地区 所以呢在未来几天 全台湾各地都有这个降雨的机会 因为天气状况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呢建议大家要外出 还是带上雨具再出门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呢周一至周二啊 这个温度是有稍微在降低了 比较不像这个礼拜天来的这么炎热了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热地啊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 它目前还是在发展当中 距离我们相当遥远 不过它未来有没有机会成为台风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关注的这个重点 那在台湾北方这个海面呢 在未来几天还是持续有一个封面滞留在这边 所以在未来几天这个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 这滞留封面的影响时间呢 会稍微拉得比较长一点哦 所以在未来几天大家都还是带上雨具再出门 会比较好一点 降雨部分 礼拜一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 都有降雨的机会出现哦 那在南部地区呢 也是有这种中午过后的午后对流容易发展起来 所以呢全台湾各地啊 这个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 建议大家还是带上雨具再出门 在温度的部分呢 稍微有点降低高温的部分 北部东半部大约是27到30度 中南部地区大约是29度哦 另外在这个低温的部分 北部东半部大约是21到22度 中南部地区大约是23到25度 这样子的低温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